上回书说到韦小宝到了慈宁宫,他万也没想到,海老公居然追到了宫内。 小宝挨着蕊出,屏住了呼吸,他仔细地瞧着。 没想到,海老公往前走了几步,突然间蹭了一下,跃下来了,就落到韦小宝面前。 他左手一伸,咔,就掐住了蕊出的脖子,啊! 蕊出叫了一声,喉咙被卡住了,这一声,接着就叫不出来了。 韦小宝心说:"这老乌龟找的是我,要不是找这个小宫女儿,嗯,她不会把她杀死的。 这个时候儿,韦小宝跟海老公相聚不过良知。 韦小宝吓得几乎要撒尿,一动也不敢动,他知道。 只要自己动上一根手指,这个海老公耳头太好时都能听出来。 他听着海老公说:"别作声,吴婷华我就掐死你,轻轻回答我的话,你是谁?" 我……我…… 海老公伸出右手,摸了摸蕊出的头顶,又摸了摸他的脸蛋。 海老公,你是个小宫女儿,是不是啊……是……是…… 半夜三更的,你上这儿干什么……我……我上这儿玩了……。 见海老公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,在惨淡的月光之下,一看,更加阴森可恶。 还要吹疑在这儿……他侧过了头,仔细地听了半天。 刚才,为什么他听出蕊出的声音,因为蕊出不知道平住呼吸,惊恐之下,他呼吸比较粗,让海老公听出来了。 尾小宝虽然跟蕊出性格挺近,但是他呼吸极微。 尾小宝冲蕊出打手势。 这个蕊出虽然看见了不让自己出声,但是他终究没有尾小宝的经验。 现在海老公问他,掐住他,尾小宝在旁边轻轻地冲他白手。 蕊出这个小孩,挺聪明的。 他一看,这个海老公两只眼睛已然瞎了。 大的胆子,回答了一声。 没,没有人,去叫我一个。 黄太后在哪儿,你带着我去见他。 公公,你别跟黄太后说,别说小宝我再也不敢出来玩来了。 这蕊出怎么想啊? 他认为这个老太监把自己捉住了,要去禀报太后。 海老公仍然用手掐住他。 你那球也没用,你不带我去,要立刻掐死你。 他手上一使劲,蕊出差点憋死,一张小脸被胀得痛红。 温小宝吓坏了,终于吓得撒出尿来了。 这尿从裤裆里一滴一滴地往下直流,幸亏海老公是没留神的。 就算听到了,海老公此时也认为蕊出吓得撒尿了。 海老公慢慢地松开了左手。 你带我去。 瑞出没有办法,只好说了一声,好。 他歪着头,看了一眼尾小宝,那脸上的神色就告诉小宝你快走,自己绝不会把你供出来。 公公,太后的寝宫在那一边。 他慢慢移动着脚步,海老公左手仍然抓住他的咽喉,跟他并肩而行。 卫小宝一琢磨,这个老乌龟一定是去找皇太后。 说我是冒充的小太监,小贵子是让我给杀死的。 她的眼睛也是我给弄瞎的,让太后立刻下令捉拿。 哎,她为什么不去禀报皇上呢? 哦! 她是知道皇上对我好,告状也告不下来。 那我怎么办呢? 我必须立刻逃出宫去,可这时候宫门早已然关了,我怎么能走得了呢? 再过一会儿,太后一传令,我更是插翅难逃了。 卫小宝正想着呢,忽然就听见前边屋子里有一个女子的声音。 外边是谁啊? 这声音,卫小宝听出来,正是皇太后。 卫小宝吓坏了,她拔腿就想跑,就听见海老公说话了。 老财,海大父,给您老人家请班来了。 这声音阴森森的,并不是什么奴才给太后请安说话的恭敬的声音。 哎! 卫小宝很奇怪啊! 心说这个老乌龟是什么东西,她敢这样跟太后说话吗? 哎呀! 这个老太后,要是讨厌她,嫌她说话不恭敬,我何不借机会跟她胡辩一通,反正我逃也是逃不出去的。 这一招虽然有险,但是卫小宝一想,自己心今立着大功,皇上跟太后都非常喜欢自己。 这是杀个小贵子。 弄瞎了,这个老乌龟两只狗眼睛,那也不算什么大罪。 如果真到了几下关头,还可以把兄弟所额图请出来,给自己说情啊。 如果我拍腿一走,什么话都让这老乌龟说了,自己依然逃跑了。 哎! 反而没罪,变成有罪了。 如果太后要问我为什么杀小贵子,我就说呀,我听见小贵子跟这个老乌龟在背后说了皇上跟太后许多坏话。 说那难听的话呀,我实在气不过忍无可忍,我把小贵子一刀杀了。 我要借机会弄瞎了这海老公两只眼睛。 至于说什么坏话,那还不是凭我嘴,瞎说一通呢? 我要比赛打架,我打不过老乌龟,比赛撒谎吹牛,嘿嘿,老乌龟岂是我为小宝的对手。 小宝他终于是个小孩子。 想到这儿,他要得意起来了,当时胆子也有了,他又不想逃走了。 他最怕的是对海老公面前辩不过他,海老公跳起来一掌把他打死,那可死得太愿望。 所以待会儿在太后跟前辩白的时候,必须找一个安全之地,让老乌龟打不着,捉不着。 这时候就听太后说:"你要请安,为什么白天不来? 半夜三惊得来,还成什么体统呢?" 奴才,要欠机密大事,要骑禀太后。 白天人太多,给人听见了可不太吻便。 尾小宝心说不错吧,这老乌龟一定告状,我先听他说,等他说了一半,我再插嘴不迟。 我躲在哪儿好呢? 看了看周围的地形,他选了一个好的地方,他就一步一步挨到金鱼池的假山的后边。 心说老乌龟如果选过来打我,我扑通一声,我先跳进金鱼池,然后我立即抢着进太后的屋中。 嘿嘿,老乌龟天大的胆子,他也不敢进太后的房中,打我尾小宝。 他就听见太后哼了一声:"哼,有什么机密大事? 你说吧。 太后,你身边没有旁人吧? 老奴才的话可机密得很呢。 你是不是要进来查查? 你武功可了的。 我身边有人没人,难道你听不出来吗? 奴才可不敢进太后的屋子。 可否老董太后的上下走出屋来,奴才有势起兵。 哼,我看你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。 这会儿又挣着谁的势力,敢在这儿这么放肆。 尾小宝一听,嘿,心中也跟着太后骂起来了。 这老乌龟,胆子越来越大了。 你挣着谁的势力,你敢在太后面前放肆。 奴才,奴才我可不敢。 哼,你呀,你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。 今天晚上忽然间摸到这儿来,不知道你又在道什么鬼。 尾小宝听着更高兴啊,忍不住的想大声帮着太后,斥骂这个海老公。 亲说老乌龟也老乌龟。 你告状还没告成,先碰一大钉子,我了一鼻子灰。 看来用不着老子亲自出马,但是太后就会把你一顿臭骂,把你呼走了。 这实话就听海老公又说了。 太后,你既然不想知道那个人的消息,那也没什么弄随气了。 尾小宝高兴了,西川宁快走吧。 你快滚他妈的王八蛋吧,你走了,我就踏实了。 太后他根本不想知道我什么消息啊。 太后问了一声,你有什么消息? 武台山的消息。 武台山? 你,你说什么? 这实话,海老公一伸手一戳。 瑞出扑通就倒了。 本小宝吃了一惊。 替瑞出有些难过。 可是又一想,这个老乌龟害死了这个小姑娘。 待一会儿我说出来,太后一定动怒。 老乌龟要是再告我的状,那是千难万难的了。 这实话,又听太后问。 你,你伤了什么人? 啊,是太后身旁的一个小姑娘。 罗采没有伤她,只不过点了她的穴道,好叫她听不见咱们说的话。 哎呀,问小宝放宽了心,原来这老乌龟没杀她。 可是内心深处,又决定点尸吧。 海老公不杀这个小姑娘,自己的处境也不十分有利。 太后又问海老公。 武台山? 你为什么说武台山? 是因为武台山上有个人太后很关心呢。 你,你,你是说她到了武台山上。 太后要是想知道详情,只好请一一圣驾,三晶半夜的奴才是不能进太后的屋子。 在这儿大声嚷嚷,这种鸡迷大事,让姑女太监们听了可不是好玩的。 就觉得太后好像是想了一想的功夫儿,然后说了一句好,又听见开门的声音,她脚步狠轻地走出了房子。 尾小宝几方说在甲山之后,心说海老公瞧不见我。 这太后可不是瞎子呀,她不敢探头张望。 太后望出脚的时候,她一瞥眼,看见太后身材不高,有点矮胖。 因为她见过太后两次,那时候太后都是坐着。 太后走出来了。 你刚才说,她到了五台山。 那,那可是真的。 奴才没说谁到了五台山上,奴才只是说五台山上有个人,这个人恐怕太后是很关心的。 好好好,就算你这么说,她,她,她那个人在五台山上干什么,是在庙里吗? 本来太后说话是比较震惊的。 但是听出海老公说五台山上有一个人之后,就气急败坏,似乎心沉大乱。 海老公看她这样,又说了一句。 那个人在五台山清凉似。 啊,谢天谢地,我终于,终于知道她的下落。 他,他,他,他。 尾小宝挺奇怪啊。 新双那个人是谁啊? 为什么太后对她这么关心? 难道是太后的父亲? 兄弟? 嘿,是不是太后的老拼头啊? 对了,一定是老拼头。 如果是她的父亲,是她的兄弟,那也不是什么机密大事,何必怕别人听见呢? 这是老乌龟抓住了太后的把柄。 倘若老乌龟让太后杀我,太后怕了老乌龟,说不定只好听她的。 这对我尾小宝可大大的不妙。 幸亏老子在这儿听到了。 这个老婊子如果敢杀我,嘿,老子就一五一十的全给他们他妈的抖了出来。 我去跟皇上说,大伙儿,让个一拍两散。 嘿,我怕了你们,我不算英雄好汉。 这时候,就听皇太后的气喘得很急。 隔了一会儿,太后又问。 她,她,她的亲人四开什么。 哎呀,我真想知道。 那还有多问呢? 我自然想知道。 主则出家,做了何事? 啊? 她真的出了家? 你没骗我? 奴才可不敢欺骗太后啊。 哼,她就这样的忍心。 一心一意,就知道想那个狐妹子,把国家的设计祖宗百战而冲的基业,都抛在脑后了。 我们母子,我们母子,她根本不放在心上。 哎,韦小宝越听越奇怪。 心说,什么国家设计? 祖宗的基业? 这个老乌龟又叫那人做主子。 那么这人这人难道不是这个太后的老拼头? 就听海老公冷冷地说。 主子,瞧破了事情,已经大彻大悟了。 万里江山儿女亲情,主子说,都如同过眼的浮云,全都不再挂怀了。 她为什么早不出家? 迟不出家? 等那个狐妹子死了,她才出家。 哼, 国家朝廷,祖宗妻儿。 全都瞎起来,在她心里也不及那个狐妹子的一根寒毛。 哇,我早就知道她为的那个狐妹子。 她突然冲走。 哼,她既然走了,为什么还让你来通知我? 啊? 太后一说一说气,声音尖锐,渐渐的声音就响起来了。 魏小宝是说不出的害怕呀。 隐隐约约觉得,这两个人所说的那个人和那件事实在是非同小口。 我得好好听着,就听海老公又说了。 Tubys究竟园。 主 monet arriv 由奥vi 天下太平,四海无事,他也就放心了。 那为什么你还来跟我说,我本来就不想知道,我也不要知道,他心中只牵挂着红妹子那一个人,他儿子登基不登基,天下太平不太平,他也有什么放心不放心的。 魏小宝听到这儿更奇怪了,难道他们所说的是皇帝的爸爸,小皇帝的爸爸甚至皇帝不早就死了吗? 小皇帝等他爸爸死了,他才能当皇帝啊? 莫非这小皇帝另外还有个爹? 魏小宝对于朝廷和宫中的事情,所知道的实在是太少太少了。 除了知道小皇帝的爸爸是顺治皇帝之外,其余的全都不知道。 就算是太后跟海老公说得再明白十倍,她也猜不出其中的真实情形。 海老公又说话了。 praised主子主子。 主子竟然出了家,奴才本当在青梁寺也出家为僧服侍主子。 可是主子吩咐,他还有一件事,放心不下,要奴才回京来查查。 查什么事? 主子说,董阿飞虽然在我面前不许提这个狐妹子的名字。 哦,伟小宝心说原来那个狐狸精叫董阿飞, 那一定是宫里的妃子了,哦,太后这个老拼头,爱那只骚狐狸,不爱她,太后吃醋了。 韩老公又说话了, 是,太后不许提,奴才叫不提。 他说那狐妹子要怎么样了? 奴才不明白太后说的是谁,主子从来可没提过狐妹子三个字。 哼,他自然不提这三个字在他心中,那是端敬皇后。 这狐妹子死了之后,他,他竟追封她为皇后。 哼,这拍马屁的奴才们,攻上侍法叫什么? 孝献装和智德宣人温慧皇后。 这称号中没有天上两个字,他还发脾气,后来又叫胡兆龙,王兮这两个奴才。 编转什么? 端敬后语录。 帮行天下,也不怕丢丑。 太后,你说的是董阿妃归天之后,奴才我应该称她为端敬皇后了。 那端敬皇后的雨露,奴才身边经常带着一侧。 太后,你要不要看看呢? 太后气坏了,你,你,她走过去,呼呼地喘气,似乎笼背了什么。 哼哼,当时天下屈颜覆势之徒,把这两个奴才说的话,都当成天经地义的话。 倒比轮与梦子还要紧,可是现在要怎么样呢? 除了你身旁还有一侧,你住在身旁还有一侧之外,哪儿还能见得这鬼话连篇的东西? 太后,您传线秘址,近回端敬后语录。 谁还敢收藏啊? 至于主子身边,就算没有,那端敬皇后当年说的一字一句,她却牢牢地记在了心头啊。 我问你,她叫你回北京来查什么事? 主子本来吩咐查两件事,但奴才查明之后,发觉两件事,一件事。 什么两件一件呢? 第一件事,要查容秦王是怎么死的。 海老公说出这一句话来,太后吓得魂飞天外,破散九霄。 文小宝更奇怪了,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呢? 下回再说。 不 administr 몰라 faith的不能给你看好怎样拿着你一件事败氏品牌。 您交给我换楼后 bac USAG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